大家都在关注美国中期选举之际,其实与中期选举日期非常接近的还有美国对伊朗石油金运生效的时间,11月4日,穆叔注意到,在还有大约20天的时候,美国媒体着紧急寻找国际买家对伊朗大大提高了对中国的石油出口量。 不得不说,特朗普对伊朗的制裁产生了很大效果,即使还没有实施对伊朗的石油禁运,一些欧洲和亚洲国家为了可能到来的禁运而纷纷减少与伊朗的石油贸易,这直接导致了伊朗石油出口的困境。 美媒称,在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后,伊朗日军人油出口,要从今年4月的250万桶,直线下降到10月的133万桶。 这对依赖石油出口成年的伊朗,绝对算是致命一级,因此最近一段时间,伊朗外交官成为宝脚官,到处游说伊朗石油的大户,不能跟着美国走,要坚持与伊朗的石油贸易政策。 穆书注意到,在此背景下,俄罗斯对伊朗石油的帮助不多,毕竟俄罗斯也是石油出口国,对进口需求不大,因此伊朗对俄罗斯也只能望洋心态,但是中国则成为伊朗石油出口的救命药草。 伊朗最高领袖哈维内伊已经公开对美国的石油电源,表达了愤怒和威胁。 他趁,一旦美国完全阻断伊朗石油出口,伊朗将可能用任何手段对美国进行报复,外界认为这可能也包括一些知识手段,如封锁或尔木兹海峡等。 据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朗全国游船公司,正在向中国大连港口运输超过2000万桶石油。 而历史数据显示,大连以前每月大约接收100至300万桶伊朗石油,这或许也是哈梅内伊的报复手段之一。 路透社的消息称,这名伊朗知情人士认为,正如伊朗高层所言,美国是图足指伊朗卖石油是不可能的。 他表示,我们有很多方法出售我们的石油,当游船到达达连,我们会决定是卖给其他买家,还是卖给中国。 这些石油预计在10月和11月到达达连,伊朗的游罗客位正在上演生死时速。 在石油输出国组织欧巴克成员中,伊朗的原油出口,了解次于沙特和伊拉克,一旦伊朗石油完全出口受阻,国际油价可能有大幅度波动。 这也正是伊朗宣传特朗普对伊朗制裁问题的好机会。 伊朗方面对美国对伊朗的石油禁运,也在进行宣传战。 穆书了解到,伊朗媒体竟然引述了一篇美国官邦的文章,达连特党普,据华盛多观察家报,引述美国能源信息数的消息,因制裁伊朗导致油价上涨将使美国人在今年的冬天,面临难以支付趋乱费用。 美国能源信息数预测,对美国石油产品价格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波伦特原油价格今年冬天,每桶将达到79美元,预计年冬天相比上涨15美元。 尽管有一部分美国家庭通过天然气和电力取暖,但是还有很多家庭,尤其是该国东北地区的居民,仍然依靠石油来取暖。 而根据美国天气预报,2018年的冬天要比去年的冬天更冷。 伊朗媒体发布这样的消息,对特朗普似乎是一种嘲笑吧? 你怎么看待中国伊朗自由合作?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